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to Lii 最近日本人到處都是觀光客 好多超多 大家台灣觀光客來日本遇到蠻多溝通上的問題 我們可以跟你解釋說 我們看來為什麼會這樣 那如果你有興趣你就看 我也沒有叫你一定要這樣 你自己的觀光客你該怎樣就怎樣 只要不犯法都會想 有時候你可能真的是遇到很快的時候 對對對 之前就很多人說就是邊走邊吃也是被罵 我覺得那是管太多 因為其實邊走邊吃 但你想想他剛剛那個論述就是 他會覺得你會弄髒的四種嗎 但是因為他們可以邊走邊吃的時候 反而就已經很少了 然後通常都是一些什麼 就是單鍋之類的那個也就算了吧 你知道嗎 因為一直有垃圾桶問題 我自己也不太想要把單鍋的那個 放進自己的包 所以通常就像我是點單鍋 或什麼那種 Tabella looking menu的話 我還是會在店家的附近 對阿其實是這樣阿 就是譬如說你繞一圈吃完 然後還給他 對就大家都基本上也是 比較會在那個附近吃 對 還有一個東西是我覺得 我不想要走 是就是我很怕沾到衣服 喔對啦 對 台灣人我不太怕沾到衣服 你在台灣的時候 不是也是把衣服摸得亂起包裝嗎 對那沒差 那我現在不行 我衣服是商品不行 神社寺院之類的 神社寺院之類的 神社也是有些被罵很常 你說那個參拜方法日本人不太知道 其實我覺得日本人知道他們可以馬上講出 你害你學習一類 但我覺得他說的這個參拜方法 並不一定只是指這個 喔有一些比較難的啦 我覺得有一些可能是 對有一些比較難 怎麼排隊 然後哪一些是要付費 哪一些不用付費 像是衣室神宮就是有參拜方法 我們去年不是跟寶馬去旅行嗎 我就覺得他們有一些真的是沒有什麼說明 喔真的喔 就不然就是都是日文 比如說有一個石子還是什麼樣 然後你要買一個一個假的蛋 然後你要往那個石子裡面丟 就是它一破的越碎 就代表說你的運氣 不好的運氣壞掉 欸這個這麼難欸 但是它沒有英文啊 喔對一定沒有英文 對所以就變成說其實你看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也對 對 進了那個餐到就已經在進了 喔對對就是神的領域了 因為你要保持一個敬畏的 對不能狡髒怕失笑 不能失笑 不要穿得太裸露什麼的 對阿 就至少穿得莊重一點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去廟裡不是也沒有 台灣人去廟裡是一件很casual的事情 哈哈哈 我還是曾經被我的那個前婆婆說 我們去哈茲茂德的時候 你知道神社是不可以許願的嗎 就你要許願你要買會的 我的話我就是直接 那我就知道了 那我就知道了 喔真的嗎 我剛剛說希望世界和平這樣合 喔這樣也可以 那是說大家都見見看嗎 不要太私欲的東西 就不要剛剛他說 我今天想要賺大千塊 賺個體育 對如果這樣的話你要寫 你要寫會嘛 我真的很討厭 怎麼樣 觀光客的一點點 就是他們很喜歡一次排排走路 喔對真的 真的是很擋路耶 好煩喔 因為就是日本的人心 到其實有時候 很窄 對然後他們就是四個 對然後而且 這真的是有英國研究說 日本人有人責氣 讓他們真的會感覺到 後面有人責氣 喔對 這個很難抽策的地方 兩個人我還可以接受 我受不了三個人以上 對就是 兩個人我覺得就算了啦 反正我稍微 稍微站一下就可以了 但我跟你講我覺得 就是Edan比我更誇張 他很討厭那種走路 怎麼一半突然停下來 喔啊 然後我常常會這樣被車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尤其是觀光客 因為你一定是在走路嘛 對對 我也是 我也是因為是Google的時候 我會 啊反了 那時候就是我走反了 我就會乾脆你不要那麼生氣 對啊因為我真的走反了 如果是我正確 我是那種平常正確 應該也會搶 對啊沒關係 很容易因為 車站出來那個是最難的 你會根本不知道你在哪 哪一個口 對對對 從那個口到某一間餐廳 太難了很容易走反 付錢的方式 雖然說現在Cashless已經有好一點 就它如果不是現金就是PayPay 可是PayPay我還不會有用嗎 Apple Pay Google Pay沒有那麼的 對不是很方便 所以就變成說你可以用信用卡 但是你可能就沒有辦法接 LinePay也不能用啊對不對 LinePay現在要停止服務了 可是因為PayPay本來就是一個 跟個資比較有關係的領域 所以每個國家的規定其實都不太一樣 然後看 在日本我覺得你就是信用卡 對啊信用卡 對啊信用卡 我還記得以前剛來的時候 AT嘛好像一直常去 對 每個地方都要現金 而且他的ATM很多欸 他的ATM很多欸 要手續費嘛 因為有人在抱這個 好 反正就是以前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東西都要現金 大概每三天就要去領一次錢 可是現在真的是 可能一個月領不到一次吧 就是頂多是要跟別人吃飯的時候 對啊 而且我後來都用QQ的轉圈這樣 不過是我有時候覺得 啊 鱼額爆了 然後我就會開始使用一些 DaiBiki啊 或是 阿多巴奈 然後這種時候我就需要領錢 我覺得店員真的是很勢力 完全就是熟客跟你穿怎麼樣 你長得怎麼樣 大家可以知道你會不會買 那我就有看到有人在就是服飾店 然後他就包含我國外來的人 明明就一定穿不下 然後喊一直要試穿 然後試穿實際的 然後又不買 這個在日本就比較不會發生 因為日本人 你只要超過BMI的正常素質之外 你真的就是不太能買到衣服 所以他就不會去 店員也不會有這個困擾 而且還絕對不會告訴你穿不下 可是我覺得 國外的客人或者是觀光客人 他其實也不知道那個size感是怎麼樣 所以他可能在當下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拍 但他就想說 欸 喔我在國外都買 不可能啊 對對對 但沒有喔 這裡的M就是大概10次吧 對 而且通常就是差不多應該會買 才會去試 就是就算沒買 我還是會說 喔不好意思 就是跟想像不一樣 就是尺寸好像有點不好 因為我以前當過店員 我就會覺得 喔真的他們很有禮貌 結果女生他出來 然後就說 考えます 我也會這樣 對 或者是 從來不會再回來 可是真的就是一個他們很重要的一個 建前 新鮮的如果就是他拿給你之後嘛 那當然他會希望你穿出去 你這樣就可以說服 可是其實你是可以拒絕的 就是他會一直說 你一樣 你就說 就這樣就可以 但問題是 喔還有你要 你要用那個面罩 喔對 就日本人他們的 那個衣服的品質 是真的沒有任何物質的 因為有時候你去 美國買衣服 我都覺得化口 全部上面全部都是粉 大概十個人的粉 都在上面 但是因為他們可以 就是我看能退化 對 然後日本人是不能退的嘛 然後所以 反正一定會 弄完之後會 不是會比較疊好 或者是把它穿回去 我知道他們一定會再弄一次 可是 那個是一個 感覺 就是不要 反正不要亂吃一把 我還是有跟我同期 三個女生逛街的時候 後來 其中的女生就跟我幫她說 欸 那個她 這穿完 是一件超亂的 我不能接受 然後我就說 啊 是喔 然後我想說 還好我是一個比較 可是她 如果你不跟她講 她就不知道 對 她應該可能也是不知道 有些人搞不好也會覺得說 你做這麼多事情 那電源工作就被你 不會 那個是一個 我自己是電源 我看到你這樣 我只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沒教養的人 可是因為你如果在 大家都這樣 一個狀況之下 可能就會覺得 搞不好 然後就會變成城市很髒亂啊 對啊 但沒辦法 就是 就是那樣 沒有 我覺得就是 其實是互相的 因為其實雖然說 我們 就是我們兩個 在討論跨地的時候 阿米就說 做一個距離名言 你做一個距離名言 你就說 啊 對 就是本來應該也要花 一些 心 花一些心思去想說 觀光客還有什麼特別的需求 我是不是可以幫助她 對 但我覺得這樣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就是你看歐洲跟美國 會遇到招式 大家都可以事先預想 就算 阿算了真的遇到了 剛剛日本就是 以前可能比較少紛爭 所以 現在紛爭都爆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 其實可能 日本也是會有招式 那遇到就遇到了 對對對 遇到就 就剛剛就是說 要嘛你要嘛就客訴 要嘛就忍摘 就這樣 而且有可能是想太多 如果你覺得你不確定 就把它當作你自己想太多 好 拜拜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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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久了 已久了 2年 2年 那是否有二年? 為何會出不來? 不想像是嗎? 不想像是嗎? 很像是 我最近看不出來 是我 我會像是日本人的 我會像變態 變態 第一次 是速攻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